LCK夏季赛常规赛已经是临近卫生了,不过各个战队之间,各争夺,反而是愈加的激烈了。 毕竟现在LCK的名次并没有固定,一场比赛的胜负很有可能会给排名带来巨大的变化,所以之后的这几场比赛或许会成为LCK整个夏季赛最为激烈的混战。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则是GRF对阵JJ这场比赛对于GRF有多么的重要,可以从下面的这张排名图中看出来,从上图中可以看到,目前的GRF在争夺LCK第一的时候,还是有着巨大的优势的。 毕竟他们多赢了一个胜场,所以这场比赛就十分的关键了,如果他们能够拿下这场比赛,那么他们的战绩将会来到了12胜4负,那样的话基本上第一的位置就比较的稳定了。 当然了如果他们输掉比赛,那么他们在独赛一场的情况下才领先了一个胜场,这样对于之后的队伍来说压力就不是那么大了,还是很有希望争夺第一的。 本以为这场比赛没有多大的悬念,毕竟一个排名第一,一个排名倒数,但是最终的结果反而是让人大吃一惊,JJ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,完成了让一追二,成功的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 这样的结果对于GRF来说,显然是最坏的消息了,他们争夺第一的最大优势已经是没有了,之后的三支队伍, 如果能够赢下接下来的一场比赛,那么第一的位置,很有可能就会一组,LCK赢来了史无前例,的大冠战。 LCK前四的队伍实力上的差距并不大,可以说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,这在以往的LCK还是很少见的。 毕竟以往的LCK总是有着一个超水平的战队,总是在战绩上遥遥领先,就比如成绩赛的KZ。 这样的情况对于LPL来说还是非常的乐意见到的,毕竟没有了那种超级强队,LCK也并不是那么可怕了。 今年或许就会成为LPL的复仇之战,非常的期待LPL的队伍和LCK的较量,你认为哪个队伍能够最终的拿到LCK的第一呢? LPL的复仇之战